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多伦多地产经纪Ronda 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2022年的9月29号,星期四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下 多伦多地区的房屋的可负担性 据加拿大统计局显示 2021年多伦多地区和自住房的可负担性 已经降到了最低 当然是排在第一位的还是温哥华 是25.5% 多伦多是24.2% 所以我们这样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买不起房 他们只能去租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一边倒的现象 一边是租房市场的价格是猛涨 一边是二手房市场的价格在持续的下跌 这些当然是由于央行持续的加息 和不断的用来调控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 所以造成的这个情况 就是加拿大现在的房地产的市场 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 如果大家想对这个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投资 买卖感兴趣呢 可以跟我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显示在屏幕下方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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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